关于英特尔UHD 770这块集成显卡 我之前做过很多调查 虽然它玩游戏也就相当于750Ti的水平 但我不用它来玩游戏 我用它来直播 用它来剪辑视频总可以了吧 我看评测都说 这个集成显卡在边界码方面非常强 于是我就买了一个12代酷睿 i7-12700集成UHD 770 我买它主要是为了取代我那块RX560 老的独立显卡 那块独立显卡 我估计现在也就300块钱 当我拔掉了独立显卡 只使用集成显卡之后 我发现我的想法错了 下面详细的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不用它来打游戏 打游戏我有PS5 我用电脑直播剪辑视频 做图片 看看网页 另外剪辑视频也不用专业软件 使用大众的编辑软件 那就是剪映电脑版 这够入门了吧 要求够低了吧 我的主板后面有两个接口 一个是DP口 一个是HDMI接口 我有两个4K显示器 同时输出 显示输出是没问题的 我的视频剪辑素材 是1080p 60帧 我的直播退流 也是1080p 60帧 有的时候是30帧 这个要求也不高吧 就算是这种要求 只使用这块UHD 770 体验是很差的 它不能独挡一面 使用起来的感受 是不如那块老的RX560 300块钱响卡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块集成响卡的参数 最大动态频率1.5G 一个EDP 1.4B的 还有一个DP 1.4A的 还有一个HDMI 2.1 它的最大分辨率 HDMI支持4096x2160 60Hz EP口支持7680x4320 也就是两个4K 60帧 支持的显示数量是4个 看来还是很强的 多种格式 编解码器引擎 还有一个英特尔的 QuickSync Video 清晰视频核心技术 在我买这个CPU之前 我先看的这个页面 我感觉这块响卡 足够我用的 后来我还找了一个 英特尔的PDF文档 这个UHD770 它是支持H264 4K分辨率的编码 还有H265 8K分辨率的编码 都支持硬件编码 解码就更厉害了 还支持H264的4K 60帧的解码 H265 8K 60帧的解码 还有VP9 8K 60帧的解码 还有AV1 8K 60帧的解码 这块卡没问题 很强啊 看参数很美丽 但实际使用很糟糕 下面说说糟糕在什么地方 先说剪映 剪映里面有一个环境检测 它可以检测的到 这个电脑可以流畅使用剪映 另外它可以开启硬件的边界码 单独使用核显也可以开启 这个没什么区别 看上去很美丽 很美妙 但是当我用它来剪视频的时候 问题出现了 这个是任务管理器 下面这个GPU1是独显 GPU0是核显770 上面有一个叫3D 下面这是解码器 这是独显 上面也有3D 这是编码器 这是解码器 除了这两个编辑码器之外 它还有这么多的选项 这个英特尔的核显 也有这么多的选项 这是Windows识别出来的 这块集中显卡有这么多的东西 正常情况下 比如我用独显来运行剪映 在剪辑视频的时候 这个3D占用是很低的 一般玩游戏才会占用这个3D 在编视频的时候 下面这个解码器会占的比较多 因为它会播放视频 预览视频 它会自动调用这块显卡的 里面的解码单元 来用于解码 这样呢 显卡就不会占用太高 让专业的部件 专业的芯片 或者专业的组件 去做专业的事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基层显卡就不一样了 我在用剪映的时候 我把独显给拔掉了 在用剪映剪视频的时候 它并没有使用这个解码器 我尝试了很多 它都没有使用 它只使用显卡的3D功能 而且这个3D功能占用很多 后来我上网查了很多 他们说这个3D 是指的是绘图区 这个剪映 它这里面也有一个设置 有一个全局设置 性能 我们注意看 这有一个边解码器设置 启用硬件加速编码 启用硬件加速解码 这个好理解 下面还有一个叫界面绘图 使用GPU绘制界面 也就是说我们在预览这个视频的时候 就是这个视频 鼠标拖着往后走 或者拖拽的时候 这个画面是用显卡来绘制出来的 这个操作会占用显卡的3D功能 然后另外在视频 下面这个视频内容在解码的时候 它也会占用它的3D功能 这样有什么结果呢 那就是核显的这个3D占用率特别高 而且在播放视频的时候会卡顿 我这个视频都是1080P的60帧的视频 根本不至于这样 因为它这个核显 它能支持到4K的H264 我这只是1080P的H264 差了4倍呢 就是因为这个简显 它没有正确调用核显的这个解码器造成的 它只用了这个3D 网页浏览 网页浏览这种简单的操作应该没问题了吧 有问题 问题其实是一样的 比如我以这个bilibili首页为例 这bilibili首页很长啊 上下拖拽的这种操作很正常 很流畅对吧 现在用的是独立显卡 很流畅 但是如果用集成显卡 比如说把这个dp口或者HDMI口 接到了集成显卡上 这么拖转会卡顿 不光卡顿 我们看 刚才我拽了那么快 它这个3D只占了这么点 但是如果只差集成显卡的话 我刚才那个操作 它这个GPU的3D占用率是相当高的 超过了50% 这个和分辨率有关 我这个分辨率用的是4K 如果我这个两台显示器都是4K 同时画面都在动 那它这个占用会更高 现在我这个两台显示器都接到了显卡 独立显卡上 所以说这个3D占用是很低的 同样的操作 为什么在集成显卡上 3D占的高 此时没有编辑码的东西啊 在独显上 3D占用低 那就说明在绘制界面方面 这个Windows对于独立显卡支持的好 或者独立显卡的驱动或者芯片优化的更好 但是这个和弦支持的不好 也可能它本身就弱 也有可能是系统对它支持的不好 也有可能是驱动还不完善 这个都不好说 至少说目前2022年8月下旬这个时间节点 它的使用体验是很差的 不如300块钱的二手显卡 网页浏览都不如二手显卡 我说的是4K分辨率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用的 我的这两台显示器 一个是DP线 一个是HDMI线 都接到了独立显卡的后置接口上 DP口走的是4K60帧10比特 HDMI走的是4K60帧8比特 它有一个好处 好处是什么呢 这个移动窗口 滚动网页它都很快 几乎无延迟 这东西就是这样 你不对比就没有伤害 对比了伤害很严重 不仅伤害大 而且侮辱性机枪 一个集成显卡 你的3D游戏性能不行 这是可以理解的 没想到你浏览网页都不行 这个很难理解 说完网页说说剪映 剪映现在用的是 独立显卡的编解码器 在编辑视频的时候 这个解码器会有一定的占用 下面再说直播 我用的是抖音直播伴侣 估计OBS也是差不多的 在直播的时候就不能选独立显卡了 我选择的是英特尔H264硬件编码 这个我测试过 我也发过视频 如果用英特尔的H264硬件编码 在推流1080P8兆码率60帧视频的时候 它这个3D会占用60%左右 抖音直播伴侣它也没有用到核心显卡的独立的编码器 它也在用3D做编码退流 说白了还是没有用到点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集成显卡它是支持4K的H264的 但是实际上它在直播的时候用到的是3D 还有一些解码器的占用 我为什么要用英特尔的H264呢 没用AMD的H264呢 因为这个AMD的H264啊 这块卡也很老了 使用它的时候 如果是1080P60赫兹的话 它这个独立显卡的编码器会满载 满载就会卡顿 如果设置成1080P的30帧 它会占用890% 从这点来看 虽然USD770对于这种直播软件支持的优化的还不够好 但是可用 至少说比我这个RX560要强 我之前也测试过用CPU软解 我之前也发过视频了 也挺高的 直播退流 如果想省心的话 还是买一个独立显卡 最好是N卡20系或者1660Ti起步的 因为20系显卡 它有那个新版的NV ENC 就是NV的硬件编解码器 效果会好很多 这就是我为什么又买了一个RTX2060 用于剪辑视频 用于编解码 虽然用英特尔的集成显卡也可以用来直播退流 但是感觉效果不好 并不是说这块集成显卡不好 只能说系统或者说这种第三方软件 对这款集成显卡的编解码器支持的不好 不管是谁的原因 最终用户最终消费者体验不好 那就是不好 最后再说一点 这个Windows 11或者Windows 10 有这么一个功能 在设置里 系统屏幕 最下面有一个显示卡 这个显示卡可以设置 让某个软件使用独立显卡 还是集成显卡 默认使用的都是独立显卡 但是我这个独立显卡 不支持VP9解码 看油管的时候 只能用CPU来软解 我把微软的浏览器给它设置成 强制它使用CPU集成显卡 USD770 因为这块卡 它是支持VP9硬件解码的 这也是暂时的解决方案 因为等到2060来了之后 就没有必要这么做了 那就全都依托于RTX2060 这块独立显卡 那英特尔显卡呢 用的地方就少了 什么时候能用 就用一下 比如说在直播或者玩游戏的时候 想录屏 可以用英特尔的一个核显 来录制游戏 其实RTX2060 也有录制游戏的功能 而且在直播或者录制的时候 并不会占用太多的3D性能 但是如果你又想直播 又想玩游戏 又想录屏 录制游戏的话 最好还是用两个显卡 分开来工作 会更好一些 一个用于直播 一个用于录制 最后还有一条 当我使用Photoshop的时候 它默认能检测出RX560 独立显卡 把Photoshop设置成 UHD710的时候 Photoshop是检测不到UHD770的 这样就不得不继续使用独立显卡 看来这个UHD770本身 应该还可以 还不错 硬件参数还不错 但是现实 那些软件 对它支持都不好 希望它以后能好吧 好 以上就是对12代库瑞 i712700自带的基层显卡 UHD770的一些 使用经验分享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